插秧前,哈尼族村民卢士雄忙活在自家的梯田里 家中兄弟大多在外工作生活 农忙时才会返乡帮忙 他便照看起了家族里的十余亩梯田 卢士雄所在的云南省原阳县 三千余级哈尼梯田有上千年的历史 哈尼族村民把尊崇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融入了淳朴的农市中 哈尼梯田也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生怡成功提高了哈尼梯田知名度 促进当地经济、文化、旅游发展 然而近年来,卢士雄却有了新担忧 这个梯田是要做旅游,我们生死不能回望嘛 要继续留下我们就继续要做下可能 二十年轻人就做家里生死嘛 这个教室干的没,刚刚还不够 卡得过之前就好现在就做个大工 一起回来慢慢的就好 卢士雄的担忧不无道理 外面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对村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仅在原阳县庆口村 就曾有六十名青年常年外出打工 只有五十岁以上的人在耕种梯田 针对农业人口外流这一困境 原阳县在哈尼梯田建立了盗鱼鸭生态立体农业 其在梯田里同时种植水稻 养鱼养鸭 三者互惠互利 最终形成生态供应 整个种植过程绿色无污染 增加村民收入 最近卢士雄收了一位种田新学徒 同村的90后哈尼族姑娘罗美芬 从小听着梯田的故事长大 她一直有一个回归田野的梦想 但由于早年外出打工 未参与农事 面对自家的梯田 罗美芬一筹莫扎 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 不会离田 然后不知道这个 田给塌了 怎么收下去 也完全不会 不管怎么样 不管在外面过得好还是不好 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不管收入大不大 还是会去管我家乡的体贴 罗美芬和丈夫 目前在村中一家民宿工作 每月有固定收入 这比专门种田来得实惠 但他们都不想让梯田失去生命力 下雨天就要去看一下有没有谈发 然后天气摊干的时候就要去放水 就像小朋友生病一样 就是及时地不断地去看 他怎么样 他有没有谈发 然后他有没有缺水 他是不是需要我 就是去出草 照顾小朋友一样 梯田是游客眼中的美景 是哈尼族村民心中的根和魂 罗美芬一家希望 在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后 可以回归农市 把酒化桑麻 和勤肯耕做的种田老把士 卢士雄一样 他们心中也有一份 对梯田的热爱